我叫佳蓁 然後目前服務於貝斯聯盟 那我也要來講一下我小學的印象 剛剛一邊聽大家在講 我印象最深刻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因為我小時候家裡都講台語 可是我跟鄰居也講台語 那我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我看到鄰居嘛對不對 平常在家裡都講台語 我就去下課時間我就不同班 然後就去跟他講話聊天 然後他就變成國語 然後我就覺得好奇怪 然後就一直覺得有點不適應 那這個是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後來就是有人在說 像我們之前做那個樂生院 去樂生院跟阿伯聊天的時候 那個就被以前的那個會長 跆拳會的會長吳浩倫取笑 他就說我們去跟阿伯講台語 好像在講外星話 這根本是外星人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其實我們是被害者 就是我們是那個被殖民的那個被害者 那第二件事情是 我記得小學時候有一次老師在上那個數學 然後老師就在黑板上畫了一個 等邊三角形之類的東西 然後所以老師就說這個兩邊是一樣長的 然後我就坐在下面看 我就覺得看起來不太像 就是看起來不一樣啊 所以我就開始這樣 我就開始認真的用我的那個這樣子量 然後我真的很專心的在量的時候 就突然老師就說 我講說你在幹什麼 然後我就整個驚醒你知道嗎 然後第三件事情是 我們高年級的時候 也是老師會比較主動成績 那班上有一個同學 他常常就是功課沒有教 然後髒髒的 然後就是 反正就是那種 老師覺得是 就是不用工的學生就對了 那我記得 他連續有幾次這個功課沒有教 然後有一次就被老師處罰 那老師就是也是拿藤條 就抓著他一隻手 然後一直藤條這樣打他 那因為會痛 所以他就躲 然後就變成那個場景 在我的腦海裡面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以老師為原心 然後他老師就這樣一直打 然後他就一直跑 然後你就看到老師 手抓著那個同學 然後就這樣一直繞圈圈 就在教室裡面這樣 那那個畫面其實看起來 有點好笑 但是其實又有一點悲哀 就是我看到老師這樣子 在打那個同學 然後打到他沒觸奪 然後老師要抓著他 以老師為原心 這樣子一直繞圈圈 那我覺得小學 在我們那個年代 或者是在更早一點的年代 都是一個比較 小學老師 都是一個比較權威的象徵 例如說 我記得我國中還是高中的時候 我媽就會說 你要考試了 那你要學哪一個學校 我們家附近哪一個小學老師 就是建議說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我心裡想說 他有沒有教過我 就是我為什麼要聽他的 然後就覺得 小學老師 以前的小學老師管很寬 那像我大妹 他的公公婆婆很不幸的 兩個都是退休的小學老師 真的管很寬 那個小孩子 念小學 現在他的小孩 念小學 我覺得每次要期中期末考的時候 都會被叫到他公公婆婆家的 就他們家就是寫那個測驗券這樣 然後中午都沒得休息 但是我覺得 從以前對小學老師的這個權威的印象 一直到後來 認識了幾位 以主流來看是崩壞的國小老師 包括其實今天卡斯少一位 其實我們原本卡斯是有北利俗 翁利俗 然後中小奈 跟南小豪 南部小孩 北中南無都湊齊了 那東部目前還沒有接觸到 那我覺得今天這個場合 很希望可以 就是大家一起來討論看看說 這個國小老師他怎麼樣 從過去一個很權威的這樣子的印象 或者是一個身份 可以轉變到現在會有這樣子崩壞的老師出現 那當然我覺得很 很那個怎麼說 很遺憾的是說 這樣崩壞的老師人數真的還是有點太少 那我現在我自己的小孩去年剛上一年級 然後他很幸運是說到了一個小學校 班上只有11個學生 然後老師也很年輕 很有教學熱忱 那我就想說 因為我之前先認識他們這幾位崩壞的國小老師 然後我就覺得 好那我要從我小孩的這個學校 跟他的老師開始影響起 所以我就送了那個校長跟那個小學 那個班上的老師一本 翁利俗出的那個書 對 我就說 這我朋友他也是小學老師 他出了這本書 然後我就送給老師看 我覺得有一點點效果 因為我那時候送書的時候 那個隸屬的先生 他就說我很不怕死 就是小孩在人家手上 你竟然還去送這個書 但是我覺得 有時候老師他可能只是沒有機會接觸到一些議題 那我送了那個書之後 隔了一個週末 我送小孩去學校 然後老師就說 他回家有看了 然後他看到228的那一段 然後他就說的確裡頭有提到很多他過去沒有想過 沒有思考過之類的 那我就覺得有一點點在挖牆角的感覺 就是慢慢讓老師也開始走向崩壞 例如說我後來也送了他們教室 一趟那個半家加油桌遊 然後本來有家長就說 那個會不會太前衛啊 是不是要談那個同志婚姻啊 然後我就說沒有沒有這個是訓練小孩的表達能力啊 然後什麼 然後老師也讓他們玩啊 老師就說小朋友玩得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未來還是有一點點希望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要 等一下聽他們要崩壞的那個過程之前 我要先稍微講一下說 也許有的朋友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今天是FACE聯盟跟哲武還有想想這邊合辦 這個論壇 因為我們在去年前年就開始 其實我們之前有試著 就FACE聯盟自己發展一些在學校裡面 課堂裡面可以教的教案 就是談FACE、談死刑 那談FACE當然不是只有說去跟學生一直講說 要FACE、要FACE、要FACE的事 因為死刑相關的議題實在太多了 包括說這個司法的問題 包括育政就是監獄管理監獄教化等等這些問題 那我們後來自己開發就是發現說 我們都沒有真正的第一線的教學者來參與我們 所以我們開發這些教案 它不見得能在課堂上用 然後我們對於目前現在的課堂的這個實況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們很幸運的是在去年就跟小豪 然後小奈還有麗叔 還有其實還有一些朋友 一些老師、小學老師接觸 然後我們就開始組成這個教育工作小組 然後就慢慢的討論發展教案 那我們到去年的暑假 我們也辦了一個就是教案的工作坊 然後來自各地的老師大概加起來30位 連我們的志工大概30位一起參與 然後一起討論教案 就說第一年級、中年級、高年級 我們可以怎麼去跟他們談死刑或者是FACE 例如說從小孩的受罰的經驗、犯錯的經驗開始談 然後我們預計在農曆年後會有一本繪本的出版 那這個也是未來會變成一個就是 其實它是一個沒有文字的繪本 那小學可以談了 這個第一年級可以談 中年級、高年級都可以拿來談 那所以這個是為什麼我們從本來要自己研發FACE教案 然後就是誤導誤狀接觸到幾個也很有興趣 談這方面議題的老師 那接觸他們之後就發現說 這些崩壞老師他不是只有在FACE這邊崩壞 他其實自己本來就已經壞很久了 就包括說他們在性別運動、性別議題、環保的議題 然後還有一些政治改革的議題 或甚至司法的改革的議題上面 他們就已經有在參與了 所以今天就是我覺得非常難得 大家沒有選擇去吃火鍋 是來到這裡 那我們就現在把時間交給他們 那我相信會非常的精彩 然後等一下我們希望QA的時間 我們可以跟那個北力淑連到線 那如果可以的話 那北力淑也會參與我們 那我就先誰 曉華先 曉華先 很開心來到台中這邊 真的很冷 我們是南部人 所以覺得真的很冷這樣 但是進來之後就溫暖很多 但是因為大家剛才分享了很多 其實我也在想說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去回應大家 比如說教育的本質是什麼 或者說台灣的教育亂商 或是教育不好的地方 可以怎麼改革這樣 我們還是比較分享我們個人的經驗 那因為今天的經驗比較是在講那個 崩壞的那個部分 不過這個其實這個 這個title是家蓁祥的喔 所以它那個崩壞的定義其實我們也不太清楚 因為其實覺得這個字還蠻聳通的 人家會吸引一些人來這樣 但是今天來台中就有點崩潰了 因為好冷 那所以就是大概講一下說我們 至少我個人的部分我是要講說 怎麼樣把一些社會運動力 帶到我的教室裡面去 因為剛才大家在分享 我也自己在想說 我對小學最有影響的事情是什麼 我是高雄市區的人 那我是66年一次的 所以也是算蠻早期的那種教育出來的 可是我印象中老師沒有特別好我特別好 我只記得一件 每次我想到小學生還一定會講的一件事是 以前我們的小學有一個叫做情緻班 現在叫做資源 資源班 現在已經比較情緻了這樣 因為它是有一群那種身心障礙的孩子 主要是心障礙的部分 他們會湊成一個班 而且以前那樣的學生還蠻多的 那他們就一個班這樣 那我記得那一天是 剛好他們的老師請假不在 是一個代課老師 那因為他們在以前的觀念裡面 這樣的孩子就是很 很有問題的嘛 就是他一定是階層 就是所有的學生的階層最底下都還群的這樣 所以我們平常就對他們 就是不太喜歡他們這樣 那等到那一天他們老師不在的時候 我們班就突然有一個小朋友就起碰說 不要去鬧鬧那些奇緻班的學生 所以我就真的我就更去了這樣子 那我們是怎麼鬧他們 我們就站在他們的教室門口 以前的教室是一間一間的 那像我們現在的教室是比較班群式的這樣子 那以前教室一間一間我們就站在門口 我們就一群人啊就對著裡面亂喊亂叫 或者是罵一些他們 補入他們的這些字 我有點忘記罵什麼 但是我就記得 比較後來的畫面是 他們全部都躲在裡面給大家哭 對 就是很崩潰的一個畫面這樣子 那我們就在外面好開心好開心這樣子 對 那這件事情等到他們老師回來 跟我們老師知道之後啊 就隔天我們老師就請我們 就是他就問說這件事情是誰發起的 然後我記得那畫面是 他就叫我們全班去站著 聽他的講話 對 那我記得他整整講了一節課 對 那我們就站著聽 那我一上最前是 我就聽到一直哭 我就一直覺得很羞愧 因為老師就講了我們很多的不對的地方這樣 他整整講一節課這樣子 然後我就哭了一節 那我這畫面就是 就是我老師想起這件事情的時候就想說 欸他到底對我的生命 或是對我的一些價值觀或什麼樣的影響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有 對 就是我覺得後來比較關注弱勢的部分等等的 其實是 也許那是一個潛在的影響這樣 這是我一個影響最深的部分 那總之後來我成為小學老師之後 其實一開始啊 我也是 嗯 走的是比較 比較權威的角色 尤其那時候是剛退 我退休的隔天就接了一個班級 而且是在小二的班級 對 那一般的印象中也是認為說 男老師比較不適合帶低年級的班級嘛 可是那時候就是 必須得這樣子 因為他就是 在當初考進去 他就有說 退休的隔天就要去接一個班級 那我就接了 那我接了 那兩個月是還蠻混亂的 因為剛開始出任嘛 所以就是那種 我們認為比較 聽不懂話的 低年級小朋友 其實 我之前那時候 我還記得我發了很多次很大的脾氣 這樣子 那麼到後來就是 接觸到一些 包括我自己進了高師大學 其實也所讀書之後 就開始比較知道說 那個權力這個部分 我不會否認我到現在 還是會使用一些權力的部分 去做所謂的班級基因 或是班級的管理等等 但是 就是因為在讀了一些 比較社會學的部分 的東西之後 會比較想說 有些東西是 要去 就是你知道它 但是是要善用它 不是耐用它 對 所以後來還是會有一些 自己的反省 那 如果我說真正自己 有所謂的崩壞的部分 其實是認為說 把一些社會議題 帶進去教室裡面去討論 那這件事情 對於很多外界的人來看 是比較 不可思議的 因為就是說 大部分的人 都會想像一個小學男士 就是 傳道授業解惑 那那個傳道的部分 就是來自於 既定的課本 教材 這樣子 那好像就是把課上完 把 考卷改完 把月考做完成績等等 那所以老師的責任就很好 這樣子 可是 就是在我後來 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 我自己覺得啦 我站在一個 還不錯的社會位置 就是 也還蠻中產這樣 那我澄清 絕對沒有12萬好嗎 對 現在一個 教二三十年的老師 可能最多就是 來到七八萬吧 對 他有兼職啦 他是什麼證人員的老師 沒有也沒這麼多 他沒可能有嘉年中獎金 你一定是看錯的這樣 你一定要修自己的印象 我們真的沒有那麼有趣 對 所以我還是覺得我們 還是一個還不錯的 中產階級的位置這樣 那我就覺得說 不要老是 躲在教室休息室 因為我說我們是班群嘛 所以我們是 比如說一個班兩個班 三個班四個班 中間會有一個小空間 是讓我們 在午休的時候 或是在有會議的時候 討論的一個空間 那個叫 教室修行室 那因為我以前 我是在高年級任教 所以我們高年級老師 很愛去教室修行室 在裡面 罵小孩 對 就是抱怨小孩的很多 很糟糕的事情這樣子 不過以前 我們就是到了 午餐盛好之後啊 因為大家可能以前的小學老師 是在你的背後吃午餐嘛 是嗎 現在也是嘛 可是我們以前高年級的時候 就是覺得整天 就是上個半天 就覺得 壓力好大 就是很緊繃這樣子 或是 生了好幾次很大的氣之後 我們一定會馬上 乘好午飯啊 就跑到休息室 那把 後來甚至會把門關起來 對 其實覺得那就是我們一個 紓壓的空間 然後大部分老師就會 開始聊說 哎 我今天發生什麼事啊 我那個學生死了 多不乖啊 什麼之類之類的 然後在那邊 就會 講到很深 就說 以前我們會有老師 就說 那就是單親的孩子 所以問題這麼多 是很自然而然 所以他會有很多的 刻板印象去 去講 去解釋他所看到的東西 那我就會覺得 有點不舒服 那時候 所以 這個也是我後來 比較 比較不喜歡 待在高年級的關係 因為在那邊真的 班級技能 或是教學的壓力比較大 所以我後來都到中年級去 然後中年級 相對的是比較輕鬆一點點 對 這我還是必須得承認這樣 所以我們班學老師後來就 也比較會 比較少會一直聚在一起去 聊這些事情 那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我還是認為 老師其實還蠻 待遇還蠻不錯的 然後不要只是 待在一個空間裡面 去做這些看婚 但是你就不會去改變現況 或者其實把一些學生的問題 都直接推去 他的某種結構 但是你就覺得 那個結構就是固定死了 你就不會去 你就沒辦法去跟動他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後來就會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做一些 我自己覺得可以在教室裡面 推的一些 課本以外的東西 那 這個當然會引到 我自己在下個班之後 其實會接觸到很多東西 因為我現在是 雖然是搞性別運動的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就會還蠻care的 包括 同志的婚姻等等 那是一部分 他待會再講 那我要講的是 我做了第一次的 關於比較社會議題的 融入教室是關於返和 這件事情 那是因為當年 就是在馬里九任那時候 他有講過一次是 台灣人是沒有 台灣是沒有人返和的嘛 那後來其實又引起一些 義務一介的朋友的 一些反彈 其中包括科醫政啊 代理人 那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 他們就後來有兩次 做了一次 做了兩次的快閃活動 一次是在凱潭三大道的前面 一次是在台北車站裡面 那其實我是 那一次看到那兩次快閃裡面之後 我受到還蠻大的震撼 因為 當時我對他們其實 並沒有非常認識 尤其是科醫政 其實我對他們蠻陌生的 那對代理人有點印象 可是我覺得 他們已經算是還蠻知名的人 可是還會做這麼 危險的事情 因為後來其實 有證明科醫政 有被查稅啊 有被等等之類的 一些厚禮的事情這樣 那我就想說 如果連他們都可以做這些事 我是不是也要把這些議題 跟孩子講說 欸 並不是沒有人反過 這樣 那我現在給大家看一次 那個短片 大家有看過嗎 可能有人有印象 就可以給大家看第一次的就好 這是第一次 然後還有第二次 Projekt級 我反核 我是選 她是人 我反核 我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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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核 我是選 我反核 我是你的 我擺盒 那就那時候我看了這支短片之後 就受到南大的震驚 運動是可以這樣子做的 剛好那時候也是我自己進入臉書圈 比較剛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就看到他們有一些呼求說 可以把一些你做的反而的活動或是教學 就把那照片貼到他們的網頁去這樣 那我就 那時候就會很... 我那時候就在那邊看一下好了 他還蠻有趣的 喝 beard呢 搬出來的 阿朗 油橘 添加 就是 不是 然後就是在臉書上說希望大家把你有擺那個人的照片傳給他們這樣子 那我想說如果我自己擺就很單調 很薄弱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說我想要邀請我的學生來做這件事情 可是那這邊有個關鍵是說 其實我就是利用他的快閃 我是先解釋什麼叫快閃這件事情 然後有跟孩子講一下快閃在國外的做一個運動方式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說台灣有人這樣子做 然後他的抗議的議題是反而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大概就講完這些而已之後 我就邀請學生說那有沒有人想要幫忙老師來拍這張照片的 所以我是用邀請的方式 所以因為我們的空間是搬去嘛 所以這邊是教室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所謂的內座 是有一個大概等同於教室的一個空間 就是他們在那邊拍個照這樣子 然後我說那我們願意的小朋友就來這邊 然後他們就大概 我大概記得是三分之二的學生 是願意的 然後另外有三分之一的學生他都是 他連動都沒有動這樣子 然後我也沒有去處理他們 說為什麼他們不來 或怎麼樣 其實我說都沒有 我說那就願意的來我們的這邊拍 那我還記得那時候他們就擺好之後啊 我就站在我們那個餐車的上面 就有點服侍這樣子拍他們 因為人還有點多嘛 十幾個 我就一個高度拍完之後啊 我就傳給他們 就覺得自己做了一件 一個議題教學這樣 那那時候議題教學就是有點薄弱 就是教的很少 就沒有去教說 為什麼要反而的真正的理由 為什麼反對核能這件事情 那可怕的事情就發生了 就是過了兩天之後啊 我就打開我覺得 就是 我記得是在禮拜三做 禮拜四傳給他們之類的 到了禮拜六的早上啊 就報紙 因為我家是自由時報 然後報紙他就報了說 有一個反核運動正在醞釀在做 然後他就貼了 我記得那一次的頭版 有些他就貼了很多張 我們投稿去的那個照片 結果他就列成一個框框這樣子 結果其中有一張售美班的照片 對 那時候我就 禮拜六早上我整個冒了很汗 想說完蛋了完蛋了 如果家長看到啊 會不會有很激烈的反應 就是 也許是打來問我 或是打去罵學校 就是你怎麼會 讓學生做這件事情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都 就是很焦慮想說 要怎麼去處理這個事情 那我就想了一套說服 我就想說我會把那個 那一堂課的過程跟家長來解釋這樣 如果真的有人在問的話 但是因為我去到學校 禮拜一去學校之後 其實我就一直在等這件事情發生 對 不過後來是真的沒有 但是那個沒有 其實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家長是 還是有點想法 但是他其實沒有去表達出來而已 那這個其實也是要有點回應 剛才我們講說 那如果家長反對你所做的事情的話 應該怎麼辦這樣 那我後來其實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不要怕衝突 但是重點是你要自己準備好 而且你覺得自己有一套 可以去跟別人解釋的說法 那那個可能會是比較 比較站得住腳的 就是 就是 不要怕衝突 不要怕吵架 因為 後來我有一個事件 是跟家長有一些 對話的 就可以講一下那個事情 我自己是做性別的嘛 所以其實我對性別 是比較 遲開放的態度 那有一本書叫Hawaiwan 他是 幼詩出版的一本青少年小說 他是國外翻譯的 那他就有點 短小精火 就是 小小本的 非常好看這樣子 那這個是在我剛開始 教書沒幾年就發生的事情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班級書櫃 因為我班級書櫃非常多書 那只要我大概看過還不錯 我就會放在那邊 就讓他們自己去借來看 然後那本是在講說 青少女 想要跟 想要交男朋友 而且想要發生性關係的 一個過程這樣子 尤其我們說的那種成長小說 那我就把它放在那邊 那我們班級可以自己去借 那我們班級 那時候有一個女孩子 她就借回去看 我的書是可以借回去 這三天天還回來 那她借回去看之後 其實我不知道有人借那本書 結果 就某一天就一個家長 寫了一封信 那個小女生就拿了一封信 我說老師這是我爸爸要拿給你的信 這樣子 那其實一般很少遇到這種 專門會寫一封信給你 因為一般會寫在聯絡不少 那她就寫了 我就打開一看 我就開始也是冒冷汗這樣 她就寫說 老師用力的 用心的推展 閱讀啊 非常的好 就前面先稱讚的第一段 這樣子 但是 下面就是其實但是這樣 那她寫說 這本書啊 裡面有非常多 露骨的描寫 對不對 她說比如說 第幾頁第幾頁有出現 陰莖 第幾頁有出現 陰莽 然後什麼 性交的字 她就把她自己的字都跳出來 然後跳出來之後 她就跟我說 我覺得這些東西啊 不是很適合給 世界小五生來看 這樣子 然後她最後還是說 潘醫師就說 她不贊同 我把這本書放在 番茄書櫃裡面這樣 那我們現在想要問 如果是你們遇到這種情形 你們覺得可以怎麼處理啊 對 如果你們是我 當時候 你們怎麼跟這個家長 做後續的那個售後服務呢 誰 誰送信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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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 好 對那時候其實我就是 因為我是第一次遇到這件事情 這種事情這樣 但是我覺得她是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是說 我覺得我們要判斷 我們家長的 來意是好是壞 對 不算是善意的 還是她是真的惡意的 想要鬥垮你 不是鬥臭你 這樣子 那我當時候的判斷就是 我覺得家長是很善意的 而且我覺得她其實很關心她的孩子 因為很少有高年級的家長 還願意去 我的經驗啊 很少有高年級的家長 還會願意去關心她的孩子 在看什麼東西 在注意什麼東西 這個其實很重要 所以其實我回信其實我第一段就寫這樣說 欸家長很棒喔 你有很關心孩子的一些教育的部分 什麼什麼的 但是這樣 對不對 我先去解釋那個但是 那我那個但是是說 他是一本 國外很有名的一本經典小說 那這個作者他平常就是關心青少女 青少女的意義 其實關心性點 或是成長認同的部分 那我就把他的一些得獎基督列進去講 那最後我就講 欸我自己是獨無情願研究的啊 所以對這一塊其實有比較 比較大的了解 所以會覺得這個給孩子提早認識其實 並沒有什麼抱歉 因為當時候最留情有一出 我相信叫命中主題我愛你 對 就是那個阮經天跟陳喬恩演的那一出嘛 那我就跟家長說 欸 那我東西可能是沒有被篩選過的 然後你們家電視就打開就可以看 但是他其實背後透露了很多一些 我們如果用性別的關係去看 你覺得其實不是很OK的一些性別東西嘛 所以如果我們是經過篩選的 然後讓孩子來接觸 其實是比較好的這樣子 那就是他寫給我之後 我就回了給他 而且那時候其實我就很 很謹慎的去處理那件事情 因為我就花了一兩節課去打開那東西 我的作業都沒有改這樣 然後回到本區之後 我就請那個孩子交給他的爸爸媽媽 然後我就想說一定會沒完沒了 他要不就是再打電話來 或是打電話去行政 或是寫信來再什麼的 就是會一來一回 就是 我已經做好那個主題就是一定會一來一回 結果他後來隔天回來的時候 他就寫說 他非常認同我的解釋這樣子 就是他覺得我解釋了他都很能夠接受 所以這個我也要講說 嗯 不用怕溝通 因為有些老師會很擔心 有些正義的東西他不敢教 然後他就會說那就不教就好 對 包括Face也是一樣 因為Face確實在台灣還是很正義的議題 可是並不是說因為很正義就不教 那就沒事了 原來問題或是那個孩子不懂的地方 因為卡在那邊的話 其他永遠都會不太懂這樣 那就是我跟家長的一些接觸的接觸 但是我自此之後啊 我會做了一個方法就是 比如說像我常常會教一些性別的東西 包括認識LGBT啊 認識同志等等 我會在起初就是一方家書 裡面就會大概去講說 我會在課堂上進行性別教育 那可能括號有哪些大的方向跟他們講一下 那這個只是一個打預防針的動作啊 就是一步 嗯 我也還沒有遇過看了那個東西之後 然後就會質詢我說 你那個東西是什麼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或什麼 你要不要拿去你的教材給我看一下 其實是沒有 那 這個是我們可以去做的一個先預防的一件事情 讓家長心裡有個底 你要做一些什麼教育 那這個東西可能在課本裡面沒有 那即便有爭議 他會至少有些 有個想法說 誒 我的孩子會受到什麼樣的教育的部分 這是我的信念 那後來 包括做 版核啊 然後後來我也做比較多是 高雄特有的反空屋 對 就是高雄的空屋 台中也很重 我知道 那 嗯 這邊就要講一個是 所以我覺得 所謂的崩敗有一個點是說 嗯 我自己有一個理論師 我覺得 老師要去跟MGO合作 對 因為有些 像剛才教征有講說 MGO會有很多理念 但是他們比較接觸到都是大人的部分 他們去街頭啊 他們一定是找大人去講嘛 不可能去找小朋友講這件事情 那我就在想說 嗯 他們的理念都很好 或者是你認同的話 你就覺得他的東西很不錯 但是他們的東西 比較沒有辦法負擔到 比較小的小朋友身上 那我就覺得 其實就是有點 互相的來幫忙 像他們需要怎麼樣把議題帶進去 比較小的小朋友身上 那 小學老師又可以有一些教學經驗 可以去提供他們那個流程怎麼做啊 教案怎麼設計等等 所以其實我覺得一個小學老師 也不是說 我們說 你如果認為 你跟孩子去認識 這個社會是重要的話 其實可以多多去跟MGO合作 那就是跳一些 你認同的 理念的一些團體 那包括後來 我對動保也很在意嘛 所以 會去跟台灣 台灣動物協會 也有做一些合作 那另外就是 他們會把他們一些 想要達成的目標展出來 那中間 你怎麼樣去固排那個 課程設計 其實是可以一起討論的 所以像我們後來那個 FACE教育的工作小學 其實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蠻好的 那反空也是一樣 反空我是跟 高雄的一個 異球公民機制會 做合作 那我們就是 先去 自己先增能 去認識這個議題的一些 回過往之後 我們再想說 怎麼挑出重要的部分 去跟小孩子講 我們設計了一套 所謂教材包 然後可以去跟孩子 講這個議題 所以我覺得 我不會覺得說自己很厲害 而且覺得自己 比較喜歡的是 多教一點課堂以外 教材以外的東西 那其實 小朋友反而會 還蠻開心的 我先講這樣就好了 好不好 待會用QA比較好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要晚安 我可以坐著嗎 可以嗎 回答我 我要坐著 我是小奈 然後 先講一下對小學老師的印象好了 就是 因為我父母親就會小學老師 所以我人生中 最早接觸的小孩 就是我爸媽媽 然後 我 覺得很可怕嗎 對 然後 而且那個時候 老師還可以選擇 要加哪個班 但現在不行嘛 現在都是用抽籤的 那那時候 我媽媽她就是 我的小逼的 導師 所以她指定跟學校說 她要帶我 這樣就是非常可怕 對就是 你考完 考完月考 考卷我一交不去 媽媽會先抽你的考卷起來 然後你一定要100分 100分 知道媽媽會拿你的考卷去 對別人的答案 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 我成績還可以當頒獎 所以我就一直當頒獎 那我會覺得說 在 父母親自小老師這塊 其實 我就比較幸運 是因為 因為我 你年紀越大你就會發現 其實有時候你成績好 或什麼 不見得是你多麼的努力 有時候是你原本就有這個天分 這樣 因為讀書有這個半天母 那我有一個大姐一個姐姐 那她其實年紀跟我差一歲半 但是她就是比較沒那麼會 可是她也運不到非常非常差 可能大概失明上下 可是我 我現在回想起來啦 當時我並沒有覺得不對勁 可是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我爸媽就是 會一直壓迫她 會覺得說她很不認真 因為我的爸媽都是小孩老師 所以他們就是靠著成績好 然後可以去 因為可能家境比較不好 就填石磚工費 可以讓家裡經濟就是沒有負擔這樣 所以他們一路是這樣子 很平順的上來 他們就會覺得說成績好 是可以至少有一份好工作 那他們沒辦法理解說 其實我自己剛開始出來任教 我也是這樣子 我不能理解 為什麼有人就是教都教不會 我那時候第一年分發 是分發到阿里山上的某個小學 那時候我記得是八八公宅那一年 我們學校還是長一區 就是圖石磚工都衝進去那個 那個校園裡面 然後我們在茶場裡面開學 然後它是一個學校只有六個班的 很迷你一個學校 然後一年就是六個 然後我帶小一這樣 然後那時候帶小一進來 就會像教主音符號嘛 那就會有一個想法 是怎麼教都教不會 那我就覺得很生氣 對 我覺得是她不認真 就是很像 我覺得就是複製我爸媽媽的想法說 她是很不認真 所以她來教不會 我就很努力我還一股熱血 想說好我把你留下來 就是問父母親說 我可不可以把她留下來 可能上課完之後 再多補習一些時間這樣子 對 那父母親這樣覺得很好啊 老師很熱情 可是後來我才去申請了一些資源 之後才發現說 她其實是我學習障礙的 那其實山上的資源又沒有那麼多 她可能就是巡迴的輔導這樣子 不像可能山下還可以到資源班 去接受個別的教育 那其實那個是我第一個衝擊 然後那時候我的主任就跟我講說 通常我們至少現在你可以當老師 可能你從小的成績都還不錯 所以你必須要去體會就是說 其實有一些 並不是 每個天分不同 可能我就很不會畫畫 我對於圖像啊 概念什麼 數字什麼 我可能比較不會 但我可能很相當考試 那這個就是體制不夠完善的東西 因為我們的體制考不出 考不出空間概念 我們考不出小朋友的創意 我們考不出小朋友的其他的畫畫 但畫畫的分數是沒那麼重要的嘛 所以就是變成說體制會 像剛剛就有朋友提到說 所謂的排除 就是從小你接觸到 其實父母親就是會先跟你的觀念 就是用成績去排除這樣子 那其實你自己一路很順的上來 我剛開始出任教的時候 就是也是比較權威型 然後會覺得說 我就是要補充很多資料 我就是要讓他們的成績很好等等的這樣 覺得自己非常認真 那今天要講到說怎麼樣的轉變 就是我覺得就是說 它是從不是從 開始接觸社會議題開始是反和的 然後因為剛剛一直有朋友分享說 說很狂野還是什麼 因為我會跟小孩的經歷比較沒有那麼一樣 就是其實我是從上街頭抗議開始做我的 一開始我並沒有想要把議題帶進去學校裡面 我比較像是個體戶 就是我反和是一個嘛 反和是大遊行 那大遊行它相對是強度比較沒有那麼強的一個 成抗的一個活動 那我第一次強度比較強就是阿公剛剛講的就是 2013年的七七八八八 就是財政府的行動 就是在苗栗縣政府前面撒雞蛋 然後丟名字 對然後 可是我自己是某方面 因為我昨天有在想我自己的歷程 就是我某方面是神經比較大條的人 就是我是因為我當時 當然我覺得是因為暑假有 你白天是有空的啦 當然說我們現在很多社會運動的時間 我是現在還在持續在做像全面法媒的事情 是用下班 刻意的時間 但當時我能夠去衝 當然的確也是因為我有寒暑這樣的原因 所以我還可以白天去衝這樣 或是晚上去衝 那那個時候 我剛剛想說我要怎麼樣定義說 我為什麼的轉變 我覺得很像就是 我想要下一個標題就是說 我覺得我很像就是 從生氣和哭泣開始的轉變 就是大夫事件去了解之後 我就發現說其實官兵女法 然後拆人民的房子這件事 就是讓我很生氣 然後會看到張大哥的樣子 我會哭嘛 那我就想要更了解的更多 所以我到了現場 那其實當時我都還並沒有想到說 可不可以把這個意義帶進去校園 我當時參加這個身分 比較像是用公民的身分 就是我去生員 我去支持 那慢慢會想要做 可是我覺得那個衝擊就是說 當我身為一個反抗者 然後我在反抗所謂的國家的威權 國家機器 國家保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人是很渺小的 我們雖然說 我們是號稱是民主國家 但是我們當面對 我們好像可以選總統 我們可以選地位 我們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們當面對國家的一個 用惡法要拆除你的房子的時候 我們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所以那個給我很大的衝擊 就是說 當我回到教室裡面 我 因為我比較像是個體部 所以我可能也沒有去輔導團 裡面去說 可能產出一個教案 好我現在來翻證 這樣做做看 我比較像是說 觀念上的轉變 就是我轉變成 變成是說 我希望我的小朋友 變成怎麼樣的大人 然後 你把一個國家的樣子 放到一個教室裡面來看 其實教室它就是一個小社會嘛 那其實老師它就是一個天生 應該說這個體制內賦予我們權威的一個人 我不見得要 有時候想一想就是說 我們這個國家篩選老師的方式是用成績 就是用考試的成績 大部分都還是這樣子 可能老師是會考試的 當然他也許會通過世交 但也許我們 並沒有再去測過老師的其他的能力 他只是很會考試 他會教國語還會教數學 可是 老師就是天生在教室裡面 享有比小朋友更高的權威 當然也許你們會說 現在的小朋友明明就小屁孩啊 國中生就很不聽話 老師其實都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不能提拔的 所以 就是變成是好像老師沒有武器 可是換一個念頭來講說 其實至少在小學階段 小朋友都其實還蠻怕老師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東西給我的衝擊 就是在於說 我會更謹慎的去小心的去使用 這個體制給我的權力 因為我們今天總統的討論 譬如說費斯的這個腳踝這樣 其實我一開始接觸費斯的時候 應該是說從大埔嘛 然後後來 你問我問我一下 就是後來我就跟 我要看全霸 全霸 全霸 網頁 就是 我自己一開始是 就是說 從 就是 單純去上街頭抗議 然後深遠的人這樣 然後到了台中 就是 去年的318運動後 台中有一群朋友 我們就組成了一個全面霸免 就是像是 哥拉鬼這樣的行動 那 那這個是我第一次真的 跟一群人一起做一件 我在乎的事情 因為當時 我去反核遊戲 或者是我去同事遊戲 或者我是去抗議 我都是用個人的身分去的 我去深遠 當然這是我第一次就是用 就跟一群朋友 然後我們去擺攤 我們去上街收連署 我們去說服西屯跟南屯區的民眾說 為什麼我們要罷免這個綠法委員 因為他 他在國會裡面 他跟台中市民說 他支持非核家園 但是他回到國會裡面 他居然投了就是 他是贊成核四世界的這種東西 那擺攤這件事情也給我一個很大的影響 就是說 我們政治真的跟我們人民已經太遙遠了 我們跟新南屯的居民接觸 可是他們居然不認識蔡錦龍是誰 可是蔡錦龍是他們的政治代理人 是要帶著新南屯居民的新生 回到國會裡面 可是居然有很多居民 是我們在菜市場 我們在市民廣場收連署的時候 才知道蔡錦龍是誰 所以就會讓我想說其實台灣的公民教育 其實真的跟現實社會真的是太遠了 那我今天也沒有要提出一個解放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樣做 但是至少我們目前可以用自己的力量 盡量去做 然後就是罷免嘛 然後我後來做罷免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 我們 我剛才開玩笑說我們全面罷免 就是很像全面都管 對不對 因為我們後來本來是群人居在一起而已 然後我們在罷免蔡錦龍二階失敗之後 我們就決定我們要組一個協會 因為我們就是親身去衝撞這個罷免法之後 就覺得說這個體制真的是 體制就是如果你不修選爸爸 我們人民永遠無法向政客說say no 我們永遠無法退貨 所以我們就組了一個協會 然後我們希望不要讓我們這群夥伴的力量散掉 所以我就組了跟全面罷免的協會這樣 那我們現在又是在推動就是選舉罷免法的下手 在選舉前我們有問了台中市全部的立委參選人 然後請他們承諾我們說 他如果真的進到國會裡面 他要承諾在第一個會期就要修改選爸爸 這個是這件事情 那我暑假的時候 我們暑假的時候 其實觀眾有一些是高中市 都是在反課幹的時候認識的這樣 那其實當時 第三或第四都可以 對好 那其實你現在看到這群人啊 他就是台中全面罷免協會 還有導播前進的志工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七月份的時候 七月三十號大臨過世 然後學生就佔領教育部嘛 那有一些在地台中的學生 他們想要深遠 但是他們無法衝到現場 因為其實高中生比起大學生 或是像我們社會人士 他們相對其實 包括經濟上或是自由讀期都差很多 就是家庭的控管是更嚴的 所以他們很希望說 可以在台中的各大路口進行比較沉默 然後寧靜的一個呈堂 就是說他們是深遠 深遠就是在教育部的夥伴這樣 那其實學生人就是也沒有那麼多 後來就是我們還加上 我們自己的志工朋友的夥伴 那其實我們在路 然後我們這群跟著姐姐們就話很多 因為平常在市民廣場或菜市場 我們已經習慣一邊擺攤 就一邊宣講 跟人民講說要補正公投吧 為什麼要修改選爸爸 我就會一直用麥克風再跟民眾選一講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入口白 就是舉牌子的時候 原本學生們他們是希望可以就是說 安靜的舉個牌子就好 可是我們還是自己就帶了麥克風 就是還是會跟一旁人眾解釋說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出來反課綱這樣子 然後所以這是我們七八月的時候 一起做的 然後還有就是像學生在國教署前面的那個程康 然後我們也有去聲援 然後像我們還有發反課綱的那個良善 在學生考執考的時候去發給家長 那其實我們全面辦公圈本來是在做環選移民這件事 可是應該是說關心公共議題的MGO或組織 可能台中還是不夠多 所以變成是我們如果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我們就跳下來做 那也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學校裡面的身份 有些人是設計師啊實驗制人員 那就只有我一個人是老師 所以譬如說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就可以比較可以跟他們分享說課綱的問題到底在哪邊 或是說報紙上或是新聞上是騙你的 他其實並不是這樣子處理等等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最近就是七八月做的事情 然後那回到課堂上好 我講到就是說我回到課堂之後 我比較不像是說欸教案我們來上課 當然我這個學期有做的就是關於貝斯的一個教案的一個上課 因為我今天也是帶小五 那我之前也是帶小一跟小二 然後我覺得帶小一跟小二的時候 他們甚至連人權都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其實或是行度就是他們連 他們連就是我覺得那個對他們太遙遠了 所以小一小的時候我一直還不知道怎麼樣讓他們討論這個東西 但是我可能是透過情境佈置 譬如說教室的佈置的時候就是也是很多書 然後我又買小郝老師的繪本 譬如說阿肯的多元之家 就在講多元成家議題 或是我會放繪本就是小一就是 我會跟他們講繪本 譬如說小威向前衝 像我教室前面就有彩虹一起嘛 然後我後面也有反合期什麼的 然後我也掛十二頁的琴子東寶 就是小醫生我就是用比較情境佈置的方式 跟他們討論 那小醫生可以帶繪本 那我這個時候帶的繪本 就是帶小威向前衝 他講的是精子的 我覺得這很好玩 就是我剛剛跟小小醫生講精子講陰莖的時候 他們還沒什麼反應 當然有一兩個切笑的時候 我就會說那是一個很正常的器官 然後就跟眼睛鼻子都是一樣的東西這樣 那但是我這今年是帶小五 然後反而我在講到陰莖啊陰道等等的心情過程 他們就會叫啊他們就會 就是會瘋狂這樣子 對對對 就是我覺得還蠻好玩 就是說不同年段的帶法是不太一樣 那那個時候我是用繪本跟他們解釋就是說 你們都非常優秀喔 因為你們都是把你們要你們等 你們可以有你們都是三億個 就是你們是通過三億個競賽 因為精子有三億個嘛 你要跑最快的一個才可以成功受益 才會有你們這樣子 那他這是比較可愛的方式的 是去帶路就是說 其實性別議題或是性器官 就是例如包括尊重自己的身體 跟不要去害怕講這件事情 所以在跟父母親溝通的過程中 我都會跟他們講說我很喜歡用繪本 就是反合啊或者說性別 我都很喜歡放繪本在教室裡面 然後大家一起共同可以討論 這是我帶小魚小二的時候 比較常用的一個方式這樣子 好 那後來講回來就是說 我會希望就是說 除了影響小朋友之外 我也希望可以影響同事 我就是我覺得可能就是傻人有傻夫吧 就是我每一次在調動學校的時候 其實我都沒有想很多 譬如說我第一年分發 因為工費分發 其實你也沒有什麼可以選 我就被分到山上去 那其實在山上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都還沒有接觸議題啦 然後後來我到了嘉義的平地的一個小學 那其實同事們也都很好 那他們隱隱約約知道你在做什麼這樣 可是因為他們就會覺得 我跟在學校有寫家好像差很多 因為如果我接到 如果有加臉書的話 有時候比較生氣的時候 我會罵掌話或什麼之類 就是對於一些議題 我覺得很氣憤 所以我是會罵掌話 當然我是我朋友啦 對 然後我不會加現在的 我加我小朋友 就現在如果我是有交的小朋友 跟家長 我不會加他們臉書 但是我覺得已經 譬如說我離開那個學校 或他們已經上一個年段 已經不是我指導的話我就會加 因為我覺得還是會有一點點就是說 我覺得老師也有隱私權 就是老師也有自己的生活 就是我不需要我的私生活 我都必須要跟家長跟學生報告 所以我臉書是會鎖起來的這樣 然後可是我就會想要跟同事聊 因為你就會覺得 像剛剛有人分享說 其實會不會老師們只是沒有機會接觸到 其實大家都是好人啊 大家也都 沒有 他們是有些比較壞的 對啦 大概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可以嗎 三分之二 那也是有老師是 不支持我做這些事情 但是你就當中不知道 就好了這樣子 因為至少 我覺得像剛剛有講到說 我覺得教育有一點點進步 就是說至少在教改的時候 他也有提到一個就是說 雖然很多線上的老師 是很討厭人本的 他們覺得人本跟廢師 就是養大邪惡團體這樣子 因為人本說不能打小孩啊 要動包 對啊 對 對 就是 可是我覺得有點進步就是說 他除了提升就是 我們把小朋友當成 他本來就是人 就是以人為本的教育 對啊 其實很慌慌 小朋友本來就是人 可是我們居然要倡導說 我們要以人為本的教育 然後 然後 同事們 我想說 好吧 那我來試試看 影響我同事們 然後我就 在一個週三進修 就全教老師都不一定要一起留下來 聽的場合裡面 我就跟他們分享說 我去大譜 我去抗議的事情 然後 我去做反核運動 或當時是 剛好是318 就是那個運動正熱烈的時候 我就放了 放了影片給他們看 因為我會希望就是說 然後我當時也有去現場 這樣 老師也知道就是說 我後來就是有 你又沒有課 今天請假上台北 立法院那邊 那我就是在跟他們講 那我最後今天其實跟小孩 有點像 我就跟老師們說 其實不要害怕衝突 像包括全國官場工人 他們有握鬼的事情 如果沒有16年 簡單場握鬼的話 其實勞機法是不會修改的 就是勞工是更沒有權益 更沒有保障 就包括我們老師 其實老師 我們都會支持警察 組工會 其實老師相對於所謂的軍人 我們都還相對 我們現在導護還會有 譬如說有 佔導護他會有 讓你補駕這樣子 可是以前你是都沒有 就讓你就是 你就是 老師你就是一屋家裡班 無所謂這樣 那其實老師相對的福音 其實是比軍人 或者警察還要好 但是也是因為教師峰會 曾經在之前也是有過 承擔的活動去爭取啦 所以其實所有的福利都不會從 我就跟老師們講說 就是跟同事們講說 就所有的福利都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你不要害怕衝突 然後你不要害怕改變 不要害怕跟同事討論 然後我最後的ending有點弱 我就跟同事講說 快到選舉了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投票 我覺得好好投票是第一步 因為有老師甚至是連投票這件事 他可能都不想做 我說那至少好好投票 至少認識你這個選區 因為我自己也是做選法法 就說至少你要先去認識你選區的立委 就是我曾經嘗試過在學校裡面 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會覺得反應還不錯 就是他們會很驚訝說 原來官黨工人就是在車站跟握國的時候 很多人是喊說點過去點過去 那好像是2013年 最後一個回顧的影片 有人把2013那一年 所有的承看活動都剪成一個影片 包括全關 包括化光社區 然後包括大埔 然後那一年所有的事情 2013 2013 大埔是2013 2013 然後就是他把剪下來一個影片 我就幫你給老師們看 然後如果你沒有自己特別去搜尋的話 你透過新聞 其實你是沒辦法看到這些畫面 其實老師們都會很震驚說 他原來曾經發生過這些事情 他原來官方都可能受到這麼不合理的對待這樣 所以我覺得老師們可能就少了一個契機這樣 那我覺得至少對我的同事們的改變 是也許他不會 他當然不太肯跟我提上去抗議 但是他開始會知道說 我會好好投票 我可以試著跟小朋友討論公民議題 或是政治議題這樣子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小小的下一個節目 就是說 在抗的過程中 後來我發現其實我最在乎的是 是人權的議題 就是說我們所有的人 我們都應該要先成為一個人 然後再成為老師 再成為媽媽 再成為一張班族 就是說如果你對待小朋友的時候 你沒有把他當成一個人的去對待 因為其實老師真的很 就像我們在討論交往的時候 我們第一件事也是很難影響現場的老師 因為如果我們跟老師講說 學生有受教權 學生有隱私權 你不可以隨便收他的書包 你不可以讓他罰站過久 你不可以讓他重複抄寫V1的罰寫 就是我不會讓小朋友重複抄說 什麼抄什麼 譬如說我要交功課 他還有人點頭 我要好好寫功課寫十遍 我不會讓小朋友做這種事 因為他的處罰跟他 我們想要改變 想要解決問題根本就沒有關聯 他也許是家裡可能沒有台燈 他也許是家人不理他 家庭功能不張這樣子 所以當你去重複做這個東西 其實是沒辦法改變這個小朋友的狀況 那可是當你用重複機械室對待小朋友的時候 他沒辦法成為一個人嗎 那如果沒辦法先成為一個人 我們怎麼期待他成為一個好的公民 好的爸爸媽媽 好的一個社會上的一個任何職業的工作者 好我先下一個小結論 那等一下等QA好 謝謝大家 感謝兩位的分享 其實我剛剛他們開始講的時候 我就突然發現說 我好像剛剛沒有好好的介紹他們兩個 但是他們兩個在剛剛的分享當中 已經把他們做的事情都跟大家交代清楚了 那接下來我們應該可以到八點 可以嗎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段QA的時間 那可是我自己想要先丟幾個問題 就是說一個是其實剛才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有朋友有提到說 老師你怎麼確定你選擇的這個社會議題是正確的 那底線又在哪裡 例如說我們費死教育想要進去校園 可是那個 例如說那個性別教育好了 性別教育想要進去校園 可是珍愛蓮蓉也想要進去校園 那我們想要進去校園 可是知道嗎 那個靜思雨也要進去校園 那這個時候 老師你要怎麼去取捨這個界線 然後另外是說我想要請兩位還是稍微分享一下 你們在跟你們的孩子談那個費死的這件事情 他們的反應跟有沒有受到家長客訴這件事情 因為我知道那個隸屬他有接受到家長的客訴 然後在這個時間就是大家趕快醞釀一下你們的題目 因為時間很寶貴 我先講第一個問題好了 我一直覺得啊 一個老師說話要自己沒立場是騙人的 或者是說我們其他一個老師沒有立場去教學啊 也是騙人的 為什麼我們可以對國語的知識 對於數學的知識 對於自在課的知識 那麼的深信不疑 然後都幾乎不會有人去質疑說 你這個國語課本傳達的是不對的 你這個數學課本傳達的是不對的 但是為什麼會對於這種比較社會性的議題 卻會有人很大力的去記憶他的教學 我就想說這件事情不合理啊 就是他就想他也沒有一個理義原則 就是你可以去抗議國語的教學 也可以抗議數學的教學 可是你都沒做啊 但是你卻會來抗議我的性別教學 我的反而教學 我的費死教學 我覺得這是還蠻奇怪的這件事情 那我自己的立場就是說 老師在做這些教學的時候 一定會有立場 但是引導的過程就不能有立場 對 就是我自己有一個立場存在的 但是引導的過程啊 我不會有一個立場 其實就是說 假設我做費死教育好了 那我當然我的立場是希望費死的 但是假設今天有一個同學 他出現了他一直支持死刑應該存在 而且死刑就是對殺人犯最好的懲罰的時候 所以說OK啊我還是會讓他講 我可以舉個例子 其實我在費死的部分 比較沒有受到很大的挑戰 但是因為我之前做性別嘛 所以我對性別的就比較care這樣 那剛才小胖有講到 我有出一本會本叫阿肯阿樂之家 那一本會本是講一個男同志家庭 怎麼稱就是怎麼一個生活這樣子 那我還記得是在上一個中年級的班 我有做過兩次的這本書的教學 那這本書其實談的是男同志嘛 或是可以談老年同志 或是談同志成家 同志家庭的那一題 但是他就是沒有談到跨性別 但是那一次的討論齁 就是你知道小朋友就是很跳嘛 他思考很跳躍 所以那次就不知道為什麼有人 突然講到跨性別的這個term這樣子 結果我通常是會順著孩子的東西一直下去 除非是真的跳完音樂這樣子 那我就跟他們大概簡單的講一下跨性別是什麼 那請他們分享說 他們生活中有沒有遇過這樣子的朋友 那他們講最多的是 他們比如說去吃飯 或是去什麼餐廳 看到服務生 他們覺得怪怪的 那怪怪是比如說我可能 看起來是男生 但是我可能穿得很女生這樣子 他們就好多人都分享這樣的經驗這樣子 他們認為那是跨性別的一種表現 我覺得也可以這樣 那討論的還不錯之後 結果突然有個小朋友 一個女生 他就說 這叫胎哥耶 對 那胎哥不是身體那個髒 他是認為說這種 尤其那個 在說那個 夜紀元長頭髮 心裡不正常 那樣的胎哥 對 那那時候其實我說 我說 就是 這個不是我要的東西 所以如果我們站在一個比較性別 正義的部分 我覺得怎麼會認為跨性別的朋友是很胎哥 他們很自然啊 他們就是一個多元的展現這樣 可是當下其實我 我還是讓他發聲 而且其實我沒有當下 去糾正他 或是用兇的方說 你怎麼會這樣子亂講 可是我們一般的想像會這樣子 就是假設有孩子講的 老師不喜歡聽的東西 老師是可以很有權力的去否定他 然後讓他這個聲音燒下去 不會有同學去附和他 但是其實那個小孩子講的時候 其實我就覺得 OK啊 他都講了對不對 那我不要去糾正他 我大家都沒有處理這件事情 那我就繼續把我 本來預訂上的課 講完之後 那這件事情其實 一直就記在我的心裡 所以一直到那個班級的 四年級下學期快結束之前 我就想說 啊他們都快 跳到我年級了 已經不是我管轄了 我希望能夠帶給他們 一點多一點的 這方面的知識 因為那時候我就 特別有找了兩節 可以用多上了一堂 就是跨性別的課 那其實當下我也沒有 特別針對那個女生去說 欸當初你說的是 很台歌的這個東西 我覺得不對啊 我們也該怎麼樣的認識 這樣的朋友這樣 我就是講了 那心裡就會覺得說 希望他有聽進去 那當然我也會認為說 他不一定馬上就能夠 改變他的想法 因為這就是想在說 他其實是 也是很多人說 他其實受到家庭的 因素影響非常的大 就是他的爸媽 也許曾經有怎麼樣的發言過 或是怎麼樣的處理過 對 所以這件事情我要說的是 我有立場啊 我都不會否認我的立場 但是我覺得 我在引導的過程裡面 我不會讓那種一聲 他就被打壓 被壓制下去 因為現在 後來我討論Face 我有討論了兩三次 在現在這個班今天 我們班演戲 有人認為說 該死的就是要給他死啊 對 他還蠻堅持的 他那麼堅持的 力道是從那邊來 其實 但是其實我不會特別去針對他 去 去 去在課堂上聊他 但是我一直也沒有去 在私底下去理解 這樣的孩子 的那個想法的誠意 是從哪裡來的 對 這是我的想法這樣 那我 唯一一下就是說 關於立場這件事 就我很贊同小郎講 就是說 其實一定是有立場的 就是如果 正在聯網要來我教室 我覺得 不會讓他來 對 他討厭心旺盟 對 但是 失望 但是應該是說 我會很生氣 應該是說 他們就是站在所謂的守護 他們把兒哨好像想的是很弱勢 然後很愚笨的 所以我們要保護兒哨 然後我們不要講性別 我們都不要教 他們有一天突然就會長大了 這可能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應該是說 就像小朋友講就是說 我會有個立場會預設嘛 但是如果小朋友他把眼 不是我要有答案 也沒有關係 就至少我覺得可以討論就是好事 因為他的身邊 也許沒有人跟他討論過這件事情 他尤其只接收過就是說 這個是不好的 那至少我在課場上開啟說 欸這件事情是可以討論的 那只要是可以討論 不管他怎麼樣想 總是一個起步 然後就是說 我甚至覺得說 就是應該每個老師都來談 每個老師都來談啊 因為每個都有立場 可是小朋友就可以去聽 每個老師的立場 他才可以去選擇 才可以去判斷 就是像剛剛 家人講的說 像我們這樣的老師 好像相對還是比較少 就是很多老師還是會 必談所謂的政治 或是身為陰體這樣 所以如果每個都來談的話 其實對小朋友來說 這才是我們要的 因為這個社會本來就是多元 你長大之後 並不是是非題 或者選擇題可以解決的事情 這個人生是很大的一個生論題這樣 所以小朋友應該要求學過程中 就是應該接收到越多元的資訊 那我分享一個就是說 我最近上課的例子 就是小如生 我們最後一堂課是講 最後一堂課補充的課文內容是 焉在說話 他是台灣族的一個獵人 他寫的一個故事這樣子 然後 對 Smoker 就是 雅龍龍薩克龍寫的 對 對 應該有讀過 對 然後就是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說 焉會說話 你們想到什麼 然後下面就開始講 小朋友開始講說 原住民很迷信 焉根不會講話 然後 什麼 就是 就 諸如很多負面 我現在已經講不起來 可是全部都是負面的詞 然後當下其實我很生氣 我們幫他們原住民全身 然後他們也不知道老師 我們也幫他們原住民全身 其實 我當下是很生氣 可是我覺得還好就是說 你自己就是 自己是反抗者今天就是說 你這個 不管 即使在你的課堂上 不是很一樣的答案 它也是很寶貴的答案這樣 然後我更好奇就是說 他們怎麼全部都是負面的這樣 然後我就講了一句話 我就說 如果你今天是台灣族的人 你聽到別人這樣子講的 因為他們習俗是說 天是他們跟主靈溝通的一個方法 一個方式 他們就是說 譬如說連小朋友剛生出來 他們都會讓他去 在天的下面 讓主靈知道這樣子 那 他們就說這樣子是很迷信的這樣 然後 我就說 如果你是台灣族的人 你聽到別人這樣講 你們的公主習慣 你會怎麼想 然後 我覺得太好 我覺得某方面我覺得 教授還蠻成功的 我們班族的人就回嘴 就反正 因為我們班就可以有自己意見了 他們就 因為我剛接這個小伙的時候 他們很非常的乖 我非常的害怕 就是因為他們接受了四點的規訓 他們是不會不敢挑戰權威的 所以 可是我一直就這樣講說 你有意見就可以講 那邊就可以講 所以這是我學期末 我上了課的嘛 所以我就說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是台灣族的人 別人這樣講你 你會怎麼樣 然後我班族的人就回我說 我不是台灣族的人 我就想不到啊 我說欸對 你講的對 就是有的時候 我們一直跟小朋友說 你要設身處地 你要設身處地 其實設身處地很難 其實就連我們大人 都不見得可以做到設身處地 好 然後我就壓抑住我的怒氣這樣 然後最好笑的是 小朋友還說 他們就說 我說 他說老師 可是你是漢人耶 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他們 因為我沒有特別講過 我有邪通這些事情 這樣 然後 可是我就開始跟他們舉例 我就說 那你們快要過年了啊 你們過年都會幹嘛啊 這樣子 然後過年就會圍爐嘛 就會守歲嘛 然後就會包紅包嘛 就會拿紅包嘛 然後我們如果守歲的話 我們趁著不睡覺 長輩就會長兵百歲 就是讓他們自由去發表 他們生活中的一個風俗 或是說我們旁邊就有一個 在地的土地公門廟 他們立場裡面拜拜 之類的 然後我們講很多他們習慣之後 我就 換了一個口氣 我就說 你們很迷信耶 我說 怎麼可能 你守夜中不睡覺 爸媽就會長兵百歲 這很迷信啊 你們很笨耶 這樣 很憾 現在一直在站種族 但是我就是說 我就是開始攻擊他們 剛剛所有習以為常的風俗 西俗 然後我就跟他們引導 就是這次後來 就是人家說 然後這次我發現就是說 其實你很難去設勝處理 可是你可以講他們的生活經驗 我就說 你們會守歲 你們會拿香拜拜 你真的相信拿香拜拜 媽祖聽得到嗎 媽祖可能聽不到啊 那你為什麼要去 怎麼講 專教底 任給他 任給他 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有意義嗎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攻擊他們 然後他們就知道我 他們就知道我要講什麼了 對 所以我就說其實 對各個不同的民族 或者是不同的國家的人來說 他們的儀式 有不同的表現方式 可是所有的核心都是 呃 我們要 我們要感恩祖先 如果沒有祖先 我們就不會有我們 或是我們要引垂思緣 就所有的儀式 其實它都是有意義在 只是它表現的樣子不同 所以你會覺得燕會說話很明顯 可是你不會覺得你拿香拜拜 很奇怪 所以就是有在跟他們 轉換這件事情 這是我分享一下 就是我最近的經驗 然後講到說 講背死的這件事情好了 就是我用 就是學期末的時間 段考完比較有空的時間 跟小朋友講 可是我 因為我們其實 暑假期間 有產出低中高教案 那其實我早上 我中午有跟 吸引他們分享說 呃 我覺得還是有承鄉差距 就是老師們 你拿到教案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在我教案直接教 你必須要先考慮一下 你們班的先被指使 跟他們的環境 那我們雖然是 台中市 但是相對是比較靠近烏日這樣 所以他是甚至是旁邊還有鐵的 台中市最後一塊還有農田的地方這樣 所以小朋友其實相對 程量差距是有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我後來就是拿了中年級的教案來教他們 因為他們甚至連人權的概念都沒有 所以我操作的方式就是說 我讓他們先討論 我想討論冤案這件事情 正信責案 然後我就跟他們討論就是說 當然從他們生活經驗開始講起 我就說你馬上被冤枉過的經驗 那小朋友已經批發 還講很多 就感覺很可憐 從馬上被受委屈 就是各種冤案這樣 然後講很多冤案 然後就分析啊等等 然後你受冤枉的感覺 那有沒有被不罪推定這件事情 因為小學的教室裡面是 甚少有罪推定這件事情 他們老師都是有罪推定這樣 所以就跟他們講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給他們看正信責的影片這樣 那我會覺得這方面小朋友 應該說帶來一點學習之後 我們班都知道討論所有事情 都不是我要給他們答案 他們都知道說我要是他們自己 討論出來的答案 所以包括看語音或什麼 他們自己討論出來的結論 他們告訴我 但是我不會說好或者是不好 或者是說其實我在講性別的時候 他們也有人說同志就是很不好 或什麼的這樣 那我會覺得那個就是他們原本的那個東西 但是你在引導的時候很小心 因為如果你太刻意的去壓抑他 或是你太刻意的去說你這樣很糟糕 你這樣很不對 可是他也許他並不是想要有壞的觀念 是他復興中被身邊的家庭 或是說被媒體影響 他說這樣很糟糕 所以當你要去引導去切入的時候 你應該就是換一個方法 或是讓他們自己討論出來的答案 其實遠比就是老師們一直講一直講 講受其實是更有用 更可以讓他們可以 應該說小朋友他們很會被 他們很會接受老師給你的訊息 可是至少現在我的班級 我會覺得說如果是他們自己討論出來的答案 就是遠比我自己教授給他們的東西 是更把揮的這樣子 或是藉他們的生活經驗去教 大概是這樣子 謝謝 謝謝 那現在開放給各位囉 那個我們為了把握時間 然後盡量讓多一點的朋友可以把問 我們每一個問題一分鐘好不好 可以嗎 一分鐘可以把一個問題講完 好嗎 來 我有一個問題就是想說 如果你們就有遇到 就是真的是崩壞的老師 那你們會怎麼做 就是那個老師 你的意思就是腐敗 對 真的那種崩壞 不是你們那種 那你們會怎麼做 我覺得我自己現在就心虧 好 好 我們先收集三個問題 我想我問一下小愛你的是 因為小跟小賴老師都是教高年級 那不曉得你學會有沒有 那不曉得你們學會有沒有教 有沒有人上德聖課 德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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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 德聖課是一個教會系統 他們都會派一些義工去 分享生病教育 但是他們的目的是 希望學生簽守真卡 對 守真卡大家教會什麼嗎 就是在結婚後才能跟你的 安娜達 寫感 對 對 然後 因為我記得我們 我小學的時候是 還是 還是 一個 不是文盲 但絕對是你盲 然後 那個時候就是大家在那邊 掉蘋果啊 說來 你像每經過一次 那個行為之後呢 就像這個蘋果一樣 再K一下 然後 然後最後變成這樣 然後之後我們 我們 我們不是簽守真卡 我們是簽所謂的什麼 什麼 飾演 然後就是這樣 然後你們就有一個 呃 不得不進行 同性之間的 性行為 然後 我那時候當然 我會覺得怎麼樣 但是現在 雖然我不是gay 但是我覺得 這個非常的 起始 那 對於這個 遇到 如果你們遇到這個問題 你們會怎麼處理 所以如果學校有這樣的課程的話 對 就是課程發生這種事情的話 對 對 就是課程發生這種事情的話 他是會進入整個學校 還是個別班級 整個年級 對 整個年級 來一起講 呃 那個 因為 其實我 小子也是有這種 得勝的那個 然後 有這樣的 前那個 然後就是 就是 因為 我發現 就是其實 學校學生的反應 會跟他們的老師 就是其他老師有關 就是 他們可能會先吸收到 部分 就是大部分的老師 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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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觀念之後 可是如果有一個 比較新的老師 就是因為 我覺得 就是好像 學校不太能 就是接受那種 討論空間 就是不太有這種討論空間 然後 然後有時候是甚至連同學 都不太能接受 所以有時候 可能就是 那些老師 或是少部分的同學 會比較 被 視為是比較 邪惡的那部分 對 因為像我們 之前小學 就是老師有請那個 就是那種 教會來 然後就是如果 就是一樣不會 一定在課堂這邊上課 就是一堂課 可是你 如果你沒有 他是有打成績的 就是如果你 不太符合他們的 那個 然後他是算 他是應該算一種 綜合課這樣子 嗯 嗯 就是 就是這樣子 要怎麼那個 就是 如果你 面對就是 跟你的 就是 你想要帶給那些學生 什麼 的問題 去抵抗這種 就是 你面對到這些學生 你會想要帶給他們的事 喔 謝謝 那我們先回答一問 我自己現在的立場就是 我不會試圖去影響我的同事 對 因為你知道 雖然我很崩壞 但是我還是很想認的 在學校就是希望 去那邊安安全全的回家 這樣子 那其實我在學校也 幹過很多事啦 就是 大家又 大家既覺得你很兇 所以都把你選成 教學會會長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又希望你不要太兇 這樣子 包括說我 這學期本 然後在學校提一個 月考三次改兩次的提案 這件事情 其實後來就 有發生一些事情 這樣子 就是 你還是會覺得說 學校 他就是你工作的地方 所以你如果想要去改變 你看不慣的人 其實會蠻辛苦的 我可以舉例 我們學校的老師有多壞這樣 對 我等一下會很生氣 沒有 就 我之前有一個實習老師 是我的心別所的學妹 那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都會被教去 幫一年級的媽咪 因為一年級是最忙的時候 就是剛 新生剛入學的這樣子 所以他後來都會跟我 廖飛啊說 一年級的老師在幹什麼 這樣子 然後他說有一次 他去那邊 第幾天的時候 他們 一年級的老師 那時候有三個班 還是四個班 就聚在一起討論事情 就是 那些班群的事 要一起討論這樣 然後他們一開始 就先分享說 欸 我跟你講 我班有五個單親的喔 然後有三個原住民 然後四個外配 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會比慘 比如說 那如果有六個原住民的孩子 他說喔 你比較慘 對 然後那次他們班 那個 討論的到後來是怎麼結束呢 就是大家在比哪一個班的原住民 同學比較多 然後就有一個老師說 哇 你們班最多 哪個一 哪個一 這樣子 他就很開心的 就結束了那個話題這樣子 所以我就說 然後那個師兄老師 後來跟我講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的生氣 而且其實我覺得還蠻丟的 比如說 讓一個學妹看到你這個學校 是這麼爛 對 其實還蠻難過的 那時候 但是你就會覺得 我要從何改變期啊 對 其實平時像我們學校 因為老師都要上系別教育課嘛 老師有所謂系別教育演習的規定這樣 所以其實他蠻常叫我直接去講的 所以當然我在講那些東西時候 他們也會覺得 就是尊重多元啊 尊重少數 他們都會呈現出來是那種態度 但是他們私底下真的沒有人 可以監督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是這麼的糟糕 那你怎麼可能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去改變 對 所以我的理想就是說 學校的就是讓他這樣子吧 對 但是我會去影響 校外以外的 學校以外的老師 所以常常去做分享 就是 希望把一些觀念帶給校外 因為校外裡 跟他比較沒有厲害的關係 就可以 有時候會講的蠻嚴格的 蠻嚴厲的 就是有時候會諒一些老師 因為在校外你會覺得 相對是比較安全的 當然可能就這場演講之後 就沒有第二場的沒關係 但是我覺得 校外老師比較好諒 校外老師比較好諒 就是我的想法 那德先生我大概解釋一下 就是他是教會系統會培養 進去講一些職工 進去講一些生命教育 他們最愛講 他們最愛光用 用所謂生命教育 那生命教育其實很廣 就是尊重生命 可是他們到後來就會尊重 你自己的身體啊 所以你不可以隨便 跟別人發生性關係啊 那剛才那個同學講的 其實是一個模式 他們現在的模式是 他們拿一張 簡稱新型的小紙卡 上面貼雙面膠 然後把它撕下來 他說 你看你假如做一次案 你就壞掉了喔 你看這張小紙卡 就不能再用了對不對 然後這個小紙卡通常就會被 比附為是女性 對 就是你這個女人 如果跟一個男人發生性關係 你看你就壞掉一次了 如果你貼了很多張 一直撕一直撕啊 你就是整個壞掉 男生就是腳帶 男生就是腳帶 男生他就 就是他又 他又相對又 很複製的那個女生比較弱勢 就是那種賺陪 國籍這樣子 就是非常的糟糕啊 那 但現在確實也蠻多 國中 跟一些國小 比較多是在國中 然後一些國小都有做這件事情 像高雄就知道有好幾件 確實有在做 那他們是會利用那種 尤其像國中會有所謂的空白課程嘛 那那個課程就是想說 國中老師 班導他比較 沒有想法之後 他就會 讓人家來填空這樣子 那那個關係會怎麼進去 比如說我認識吳嘉珍老師 或我是得勝者的 然後就會去說 欸你學校可不可以讓我進去 幫你們填那個空白課程 那老師就會很開心 你知道 老師就不用上課 而且他可以領那個終點費 對 然後他再用一包就是一整個學期 可能十八堂或是二十堂 就是二十週他都會去那個白課程 然後最後就是希望孩子簽 守貞 或是愛的誓言 這種東西 對啊 就還蠻可怕的 那當然現在 其實有過一些 教育 或是教育員 有過一些處 應該是一直沒有辦法跟處 就是很難 因為他們從來不會說 他們是宗教廢極 因為我知道還說 政治跟宗教是不得紀錄校園 但他們只要不是說 他們是宗教背景來著的話 其實也是趕不出去的 對啊 所以就還蠻慘的 大家 我覺得應該要發起一個 歌手 歌德聖哲的欲說 不好意思 都可以請字嗎 對 反善理校園 我想想看 這個事情在我宗教的學校 好像也是有 就是有彩虹媽媽會進來 學校也是用生命教育 彩虹媽媽很可怕 他們不懂彩虹的意思喔 還用彩虹 對 就彩虹媽媽會進到學校裡面 然後也是用生命教育 包裝這樣的課程 那我現在換一個想法就是想說 其實我覺得 你一個人在學校裡面的力量 可是你要影響 學過同志氣真的是很難的 然後我就會想要說 好吧 就是什麼 我們都要用政治來去解決這件事情 譬如說 性別教育法 它之前會延宕一段時間 好像也是跟立法委員有關係嘛 這樣子 或是說它的修正的過程走 因為有宗教團去抗議說 性別教育就是在學校裡面教 什麼人壽教 教爛教這樣 就是一些很可怕的東西 所以 換個方向想就是說 如果我們從監督立委開始 就是說這個立委還是從 因為我覺得老師很多時候 就像我們今天在討論教案的時候 我們就會講說 我們怎樣讓這個教案呢 老師們就輕鬆可以上手 就是可以馬上用使用這樣 因為必須坦白說 大部分的老師他就是會希望 我可以輕鬆 我不要出事 我就每天上班下班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包裝我們的教案 費子教案可以讓老師們輕鬆可以上手可以教 那所以我覺得老師們也許他性別這個東西 他會譬如說像剛剛那個手針卡或什麼 他們根本也沒有想太多 就是譬如說教會提供這個資源 反正我老師修我就不用上課了 然後他們就進來上課 就有人幫我上課 何樂不為這樣 然後聽起來好像也沒有錯 就是要手針嘛這樣 那如果說我們有更好的政治的介入或是監督 譬如說我們性別教育法修得更完全 或是說更落實在老師的性別教育裡面 或是說我們要讓所謂的用教會包裝的方式的一些團體 不要進到校園裡面 我覺得可以從監督或是修法這個東西來看 這是我另外一個解方就是想說 有時候我們改變一個人或是身邊的人可能很困難 但是改變體制就是說讓我們把 因為其實老師們也相對來說也是很聽上面的話 就是上面如果說性別教育我們多元教育 應該怎麼樣來教的話 所以也許其中一個解方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監督國會 然後讓進步的法案可以通過 然後讓他可以去監督落實 那老師們至少 因為有時候你很難改課吧 你想像我聽到老師們 我們學校老師也會有就是說 我們學校你班上有外配或什麼就是很 當然現在是不能講外配 應該講新著名嘛 但是就是老師們他是很難 有時候他的成長背景他很難學 他的課板下很難很難去除掉 但是如果是從上到下就說 從就是法案方面 我說給老師就說 上面應該是有教你這樣子做 因為這個是另外一個解號的方法 因為像剛剛小豪講 我要去抵抗說他不要進來學校 可是我老師除了同意的 像我們都同意的 其實我個人可能也是很難做這件事情 但是至少可以先從影響我們班的小朋友開始 我想法是這樣 我覺得那個小賴剛剛講說從影響那個政治 從上而下這樣子 有一個也許是在地的 例如說教育部 教育局各縣市的教育局裡頭 可能都有姓平委員會 或者是那個 對類似那種 或者是市議會這個層次 也許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那另外我想到一個是說 也許找到一些會支持的家長 或者是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一代還是有一點希望 就是說年輕的家長想法比較多 那麼像過去這樣子 所以可能他們對於教育 小孩在學什麼 像那個爸爸他會比較在意 那是可以溝通的 我覺得這個也許也是一個 就是讓家長變成一個靠山這樣 好 那我們在最後一輪的那個提問 那個盧州的翁小姐有要Call me嗎 有 給他賣個砲子 盧州的翁小姐 真的假的 真的 講嗎 你們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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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嗎 我Call me 有 有嗎 有有有有 整個體育館都聽到了 可以講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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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 講話啊 請說話 聽不到 好 請說 請說 沒有 我只是要問說啊 學校裡面的文化就是 大家都非常的 而善良 然後大家偶像都非常的好 我這次又感受到我們學校的老師對我有很多好 可是 你知道那個 當你在講一集 的時候 常常就會不小心走空間到這些人 然後 我的難題就是 覺得 我很難 直接面對他們 這樣子 那麼 那麼溫暖 那麼 善 那麼 就是 對人這麼好的狀況 然後 我 我的話可能會把東西想愛到他們 就是 應該不是說話 我們很緊張的 這些 我覺得是對的事情 可能會傷害到人會嗎 比如說 傷害到他的信仰 也傷害到 受制 傷害到他 對認知的觀感 對不對 唉唷 有人看到嗎 有 然後 所以 你們有遇到過這種難題嗎 然後 你們是怎麼去看待 你們解決 或者是 不是解決 或者是你們在這個時候 你們如何變身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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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現場 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我稍微前情提掉一下 因為 歷淑他12月才生小孩 所以他現在 本來我們要他一起來 但是小朋友還 小baby還很小 然後 他因為在生產 就是小朋友出來之後 有一些身體的狀況 所以他很擔心 那 我在猜他剛剛講的 可能也是 在這段期間 學校的同事 也有給他很多 善意跟幫忙這樣子 所以他才會講這個部分 好 那現場的朋友 hello 我想要提問 就是關於 就是兩位老師 其實都有待高年級的經驗 那我現在工作 其實就有碰到很多家長 在高年級的小朋友部分 就會很要求成績 然後要求老師 一定要給小朋友做測驗 結果拿考試 然後那個壓力是 相對中定年級是非常的大 那就是在這樣子的 很緊張的升學壓力之下 要怎麼樣 同時可以把這些很重要的議題 帶到課堂裡面 然後不會壓縮到原本的課程 然後造成家長的反彈 這是我的問題 謝謝 好 最後面 好 最後面 同業部嗎 同業部嗎 好 好 好啦 因為就 我想問一個問題是 比如說像剛才其實回應到你們講的問題 就是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 當然是為了小孩好 但是最怕的是遇到 其實家庭教育也很重要 尤其是家長對小孩的影響 萬一家長的立場跟你們不一樣的時候 小孩子會不會很負擔 我舉個例子來說就好 因為這是我觀察到的 比如說現在學校也會推廣減能減碳 他們就要地球 就是愛護地球 就是 所以我據我所思教育的學校就會 規定每一週哪一天 或是每個月哪一天要吃素 然後家長就會覺得 欸真的有 就是他們就那一天就是 可能他們的樣子就是全部都沒有肉 然後就是只是想推廣給小孩的觀念 就是說吃素愛地球 可是家長的立場當然就會 又會覺得說 莫名其妙小孩在法育幹嘛吃肉 而且憑什麼這麼 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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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什麼這麼 反正就是他就覺得這種意識形態 然後當然他就讓小孩面也講這種話 小孩子我覺得 我覺得 我觀察到的是 我覺得他心裡就會反抗學校 雖然說你們也鼓勵小孩子也要我反抗意識 可是就會變成說 他在學校可能 啊就被老師洗腦 我說我這樣講洗腦也不好 反正就說 欸要吃素愛地球回來 然後媽媽又給他 老師是不對的啦 學校是不對的啊 莫名其妙 啊這樣也可以通往上 其他議題嘛 比如說我們在推 多元成家 或是說性別的那種統治是ok的 媽媽可能是基督教徒就會說 你們老師莫名其妙邪教啊 就是什麼 在傳染病啊 什麼之類的 把同志講做一種病 所以就是 我覺得小孩子就是 他可能會不會有那種 模糊地帶 就是到底媽媽是對的 還是老師是對的 對 類似這樣的問題 要怎麼辦 等一下喔 還沒有問題 喔 那我們一起好了好不好 最後兩個問題 其實我沒有問題 其實我應該是很配合 這兩位現身說話 其實我們剛好是當一輩子 太多機會 我們上次的老師與你角色 那當然剛剛的問題 不過是怎麼可能要面對 那我覺得老師最主要是一個 文化的傳承 另外一個就是懷情依靠 我覺得在你們身上都會做到 如果我是教育部長的話 你們就會被挑戰 我請問一下就是 你們在推廣這些議題的時候 如果班上學生 平成比如說所謂的共識 比如說你們推FACE的議題 大家都非常認同 可是有少數的同學 他們可能收家庭的觀念很深 或者他們有自己的想法 這樣他們會不會在班上 變成是相對弱勢 或者是他們就跟其他同學相處上有問題 甚至是不敢說話狀況 這樣如果你們要怎麼處理 謝謝 那就請兩位綜合回答一下 大家好像比較關心的是那個 教了這些東西之後 孩子怎麼能自處是嗎 其實這個也剛好 我前幾天有碰到 就是有一個高雄的某個學校的自由班學生 他們要做那種專題報告 就是獨立研究的報告 所以他們就去上網查 這兩個男生查了查 他們就很想要做多元成家的議題 用眼鏡 我就覺得還蠻特別的 他們另外一組是做自然科學 然後他們 老師就打電話跟我說 他們想要來採訪我 我就說OK啊 那後來他們就寄那樣的題目給我看 然後他們列了十幾題 那其中一題就是大家所問的 就是說 老師在 如果老師很支持多元成家 那但是回到家之後 孩子的父母是很反對這件事情的話 孩子 那個孩子他要怎麼辦 他就問我說 那孩子要怎麼辦 那他們後來那天啊 其實我先肯定他們說 你這個問題真的問得很好 這是很切身的感覺 那時候我的回憶是說 這個也是有點 誤印剛才想再說一件 就是說 如果一個班級是一個小社會 那老師到底是什麼角色 在進行這樣子的教學時候 我自己會自取是一個 提供資訊的人 會比較像是新聞中心這件事情 像我的學校的學區 是在高雄小港區 所以他是很綠的一個選區 所以我的學生 我從以前就知道他們 父母其實很多都是民進黨的 所以他們都是看民視 都是看自由時報 這些東西 可是這些東西其實對我來講 是危險的 因為像這次大選之後 其實我跟他們馬上討論說 欸 關於這次的選舉結果 他們有什麼想法 那我就可以很清楚 你看看他們就覺得很棒 就是民進黨的總統當 就是民進黨會窮很多 就是 但是有些人沒發生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 但是大部分他敢講 他就覺得是很棒的 可是其實我自己是覺得這樣 是 是 是 不夠好的 是危險的 對 那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我是希望他們 對於政治有更多的討論這樣子 而不是 就是 這個 父母親 長怎樣 他們就想怎樣 那 後來其實我回應那兩個自由班 是說 我會覺得老師就是提供資訊 那孩子聽了 那回去可能會面對不同的價值的東西 你就要自己判斷 那你要對你自己的判斷 去負責任 對 那時候他們是六年級 那我覺得他們是聽得懂這樣子的話的 對 但是這樣的話 只能再去跟中年級 或是跟低年級的孩子講 可能要有另外的轉化 才不會講得這麼厲害 他們可能聽不懂這樣 但是我覺得就是 老師就是一個中繼的資訊者 不過他們如果只是 藉由他們的家長 還有他們所看的電視跟報紙 所看的東西 我覺得就會很便利 對 但是就回到說 我有立場 但是 我覺得不會在引導過程裡面 去把那個 不是接受我立場的孩子 把他打壓下去 這是我最大的一個想法 那那個關於進度的問題就是 嗯 就是看你要什麼價值吧 對 那我的學生就是 我的政客就是上政客 那因為我自己是導師 所以我有 彈性時間 跟中午活動時間 所以我說可以還蠻聰明的運用 所以 我覺得還蠻OK的 是進度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是 傷害同事 還是藝術人在講一件事情 我只會想說 我受他們的傷害比較大 所以 就是在很多面向 我都是比較非竹人的部分 所以 我受的傷害應該比較大 所以 我對我傷害下沒關係 是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應該進度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覺得從 關心社會議題這件事情 就會影響到就是說 像剛剛講到說 你怎麼確定 你得到的資訊是正確的 你叫的是正確的 然後所以會 會 我覺得甚至會影響到 我的博語跟數學怎麼教 就所謂 我們大家認為是 考試的科目我怎麼教 那其他人是說 我的博語的話 我在教解釋啊 教什麼 我並不會看太重 我說已經高年級了 自個心一一什麼 就不需要太周末太多 我們會比較花在討論文本 或甚至是結論作者 可是對閱讀理解 有更深入的詳細 那我在一開始的那個 班清會 剛開始學班清會 我就會跟家長解釋說 我的博語為什麼這樣子上 我不會花很多時間 就是讓他們在那邊重複抄寫字 因為我們希望培養小朋友的能力是 他是可以 不管拿到任何文本 就算不是國語課本 他也可以去自行去閱讀嘛 因為本來課本就是不夠的這樣 所以我們希望培養小朋友 閱讀能力 可是我在一開始就有心 跟他們講說我怎麼樣上這樣 可是一開始我遇到一個錯的 就是說 我們班小朋友 他們可以 經由訓練跟分組討論 然後他們可以去產出大域 因為你們大家小時候 然後大部分學的國語的大域 都是老師給你抄 段落大域這個 然後你抄整課的大域 但是我們班小朋友 經過一個學習的訓練之後 他們可以透過找重點句 然後去摘藥 而去產出段落大域 跟整課的大域 但是一開始我遇到一個挫折 我這樣的教法 以最長遠的語文教育來看 我們希望培養能力是這樣子的 而不是支離破退 小朋友字寫對了 小朋友會造詞 可是他寫不出文章 他不會表達 所以長遠來看我的想法 我是應該是比較符音 就是說我們未來的潮流 就小朋友 他應該是要有閱讀能力的 但是在第一次月考的時候 就有一個挫折 就是說 其實我們班小朋友考的 一定比較不好 因為坊間的成卷啊 考卷 他一定都是考你解釋 然後考你心意義 考你字長得很像 阿怎麼樣辯認這樣子 可是我們班小朋友 並沒有順過這個訓練這樣 所以 但是我覺得我運氣也還不錯 就是說 我們班的家長 他並沒有這麼focus 我覺得會在目成績 就是少部分的家長 甚至講得比較心酸一點 字流降 是根本不在目小朋友的成績 跟所有的表現 那會在目的那一塊 我就會去讓他們解釋說 因為他們其實一開始學我 就是像小孩講說 我先打預防針 我有說我的佛語是怎麼樣教 但是我們要教出的能力 並不是說小朋友會被解釋 會寫國字 會寫注印就好了這樣 但是第二四月考的時候 我就有調整 我們這兩次段考 我就有調整一下我的教學 我還是有補充就是解釋過什麼 但是我並沒有偏廢 就是我希望他們得到的能力 那我會覺得說 這個甚至 我甚至會更有自信 會覺得說 我來參加公主運動之後 我希望自己是變得有邏輯 因為你在上街頭去說服別人的過程中 其實你自己要有一套論述 你希望自己變成一個有邏輯的人 那你這個經驗 那個能力就被反推回來 當你的教學 我覺得反而是可以更有自信 所以我的佛語跟數學 也許教的還比我 剛出畢業的時候 可能甚至教的還要更好 因為我希望我教出小朋友能力 不侷限 只會寫考卷寫測驗卷這樣 當然我覺得壓力是 也許我 因為我資格到小一小二 小一小二相對的成績不會落差太大 所以我目前還沒有感受到所謂的 就是這樣壓抑的問題 也許我們現在在的班級到了小六 他們會有考試中的一個問題的話 我可能還會再遇到 但是我覺得你該補充就是說 必須比較 我們無法改變整個大體制嘛 所以其實整個那個房間的考試的模式 還是比較傾向去備送的 所以我覺得該補充還是要補充 可是我會跟我們想要不要講說 就是我真的都不會因為成績或什麼 去責罵或是去處罰 我都從來不會 甚至我們把考卷 我也就是就發給他們 就是分出什麼 我也都不會特別講 那現在其實我都規定說 不可以排名次 然後我們發獎狀 也是沒有 像小時候都會上台領獎啊 接受表揚這樣 可是你只因為學業成績好 就接受表揚 這其實是很奇怪的這樣 所以現在其實我覺得現場就是盡量去 但他們還是會很在意 因為安清班就是會問他們 你調幾分 你調幾分 但是我覺得老師端就是我要 就是表現非常不在意這樣子 那當然就會說 那你這樣子不就是 像剛剛回應剛剛問題就會說 那你不就跟學 你就跟家長 或是你跟安清班 立場就不同 但是應該是說 我們不要去弱化 弱化所有的小朋友 就像我在跟高中升級版克剛的時候 我並不會覺得 我並不會弱化他們 所以他們天氣可能比我小 我覺得在板克剛的戰場上 我們就是戰友 那我覺得在交小朋友的時候 我覺得包括小優小二 都是聽得懂道理的 其實你只要跟他解釋 講道理他都是聽得懂 所以我覺得在課堂上 你怎麼樣 就是小朋友當然會錯亂 可是錯亂是好事啊 因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是 就是像剛剛重複講就是很多元 所以他也許從家長這邊接受到的訊息 跟你講是不一樣 但是他可以思考啊 而且我絕對不會在小朋友裡面講說 你爸媽講是錯的 也許他或是他 也許爸媽會跟他講說 你爸我講是錯的 無所謂啊 但是我們班的 我一貫的 讓傳達給他們的我的態度 就是說 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我講錯過想法 對不一定是對的 可是至少是一個思想 一個其實這樣子 好 然後還有 然後我會就是說 同事嘛 就是苦惱這件事情 可以給我想想看喔 一開始 我一樣講到這件事 我真的神機很大 反正是我在 蔡政府後來開學的時候 我真的很生氣 我就是直接把那個蔡政府的貼紙 貼在我的汽車的油箱蓋的上面這樣子 所以我開車進到學校 我其實我並沒有意識到 蔡政府這三個字 就是對於文良公姐讓的老師們 四面多可怕的三個字 我當時真的沒有意識到 我真的覺得我很生氣這樣 所以我就這樣進去學校 那我的同事也很好 我的 他的小孩在我的班上 就小一生小二 然後他就說 他的小朋友問他說 欸老師 車上這個是什麼意思 然後他就有跟他講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人是怎麼樣 就像剛麗淑講的說 他們都是好人 然後他們都是關心人 只是說有時候我們在關心人的議題 他們會覺得 你不要強出頭 你不要反抗政府 你不要去當你異議分子這樣子 那其實他們都 三分之二是好的 對 三分之二是好的 對 對 三分之二是好的 對 所以 我後來我就發現說 我怎麼跟他們相處 就是說 我會去觀察 這個老師他在意的議題 譬如說 我覺得爸媽媽可能會不要在意食案跟空屋 他們覺得拆房子裡他們比較遠 土地針針針裡他們比較遠 所以他們比較難改同身手 可是當今天食案議題出來的時候 當今天空屋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之前在嘉義教書嘛 其實嘉義的空屋也是蠻嚴重 就是整個那個 就是看那個中南部就是黑黑的這樣子 對 就很明顯 然後那老師們就會在群組裡面討論說 欸空屋真的很嚴重 然後我就會順勢的打折水棍上就說 喔對啊 你可以去看一下那個議員啊 還是立委啊 他有沒有提出那個反空屋的政見 但是說我不要主動一直跟他們 因為我一直很想跟他們講說 你不要怕政治 政治就在你生活的周遭所有的事情 可是 如果我一直重複政治他們就很煩嘛 所以我就 如果他們講食案 我就說對啊 那個食案法 就食案法本身這個法律是不夠周全 所以我們無法去 因為就像我們 我們就像很恨那個頂星好了 可是就是以現在的法律 我們無法去去盯罪嘛 那我們既然是要追求一個人權 或是司法改革更好的國家 或是不可以因為說很恨這個人 我們就讓他公投 會把他殺掉嗎這樣子 或是說食案就毀一時期嗎 這樣沒辦法 所以 但是可以跟 這個要講什麼嗎 好有智慧喔 好有智慧喔 對 我一直就取捨了 對 就省了 省他沒有人 對 所以就是 呃 我就會不觀察啊 因為我會覺得說 呃 我現在是講 我自己設成處地來講 有時候如果 隔壁班老師來告我們 把小朋友撞 我內心會先 我內心會先阻洗到牆 我會覺得說你跟我們 把小朋友不夠爽 你只看到他可能 現在打了這個事情 可是你也許沒有看到說 也許前面的人可能 媽當話 就是可能對他做其他的事情 沒有發現 所以 有時候我會覺得 人對負面的情緒 他們看到成堂 他們下意識會 就人法就保護 我們喜歡安危的狀態 所以他們下意識會想要保護自己 他們不想要接受這個訊息 所以他們不喜歡訊息 我們就不要強迫去告訴他 但是如果是食案跟空母 他們是切身相關的議題的話 我就會順勢跟他們聊 我說其實 你可以從關心立法委員 關心議員 關心修法 這件事情開始 那我發現 這樣子其實就是一個好的起步 然後我就會觀察說 像之前 嘉義有個轟鴉書房 他也是會辦一些講座或什麼 我就會有發現說 我的同事他是 他是他喜歡登山 所以他很在乎 這個版的能源的議題 然後他也會帶小朋友 開始去參與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每個人都是有可能去改變 就是但是 因為這個 國家其實要改的東西 這個國家部門太多 就是司法可能也需要改革 然後性別教育可能不夠好 可是 我覺得就是可以影響同事 就是說他可以 每一個人去挑兩個 他很在意的議題 然後持續去關係 那如果這同事他很關心食案 他就一直去關注食案法的修法 那如果這同事他很在乎 跟小朋友的健康 那他就關注空母這件事情 那我就發現說 其實慢慢會發現 慢慢同事就會有 開始有在關係 所謂議題這件事情 那這是我自己簡單的分享的 謝謝 好 謝謝兩位非常精采的分享 我想說 其實台灣人大部分 從以前就是一整個教育體系 這樣下來 很習慣當順民 那很習慣不反抗 那頂多就是私底下大家抱怨就算了 可是我覺得這幾年 感謝馬政府就是給我們很多 很多題材 很多題材可以學習如何抵抗 如何採取行動 那我想我們今天這個講座的目的 其實也是在跟大家分享說 如何去培養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下一代 那像我自己的小孩子 我也是常常給他 你知道 讓他很錯 很confused 就是有時候他會 有時候小孩子他會看大人喜歡什麼答案 然後他就會 你知道討好你 可是就算他講出討好我的答案 符合我立場的答案 我會故意問他一個 另外一邊的問題這樣 那我覺得 的確我同意小太說 讓他很混亂 這個是一個好事 他才能學習如何去自己做判斷 那我想今天是崩壞教師 也許下次可以有一場崩壞家長 因為我覺得在教育下一代的路上 其實現在也越來越多崩壞家長 就是帶著小孩上街 然後也會被其他的腐壞的家長說 你們幹嘛把小孩子推到前線去 但是我覺得這個都是為了我們的未來 希望我們台灣可以變成一個更好的國家 讓我們的國民 讓我們的公民可以更有獨立思考這個能力 那今天非常感謝各位在 我們來參與潘東之中 那個人來參與這個獎座 然後我們就沒有過幾次了 預告一下下禮拜 就是下禮拜 下禮拜 下禮拜我們晚上 那其實我們講的也跟教育有點關係 就是其實只要是人都會有一些情緒 那其實就算是小朋友也一樣 他們也會有一些情緒 那我們下禮拜要 會請一些醫術治療的專業的心理師來講說 我到底在現場怎麼做所謂的藝術治療 那在台灣執行的現況跟案例 會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對 那也很謝謝今天大家就是在那麼冷的天氣 好 那麼冷的天氣還過來聽這個講座 那 沒有 請問我們做點小廣告 尤其 反和很重要 那怎麼進行教育也是一個要去思考 那之前小魯出版社有出版一本 反和會本 那今天也會再出版一本 就是叫希望物場 那我有寫推薦的 所以 就是希望大家去買來看 我沒有賺錢 好 好 那另外一個是 今年11月底 高雄會辦同志遊戲 那希望大家來看 我們已經 把那個很黏熱的時間 摸到我們眼底去了 所以 應該不會太黏熱了 那 身為腫招就是要召喚大家一起來 所以大家 一起來幫忙 謝謝 等一下 那我們也要廣告一下 我們10月份會有殺人影展 就是FACE聯盟 每三年會辦一次的影展 關於FACE 那殺人影展裡頭 不是恐怖片 但是它有 不同主題的 跟死刑相關的 這個影片 然後有很多是 好看的劇情片 或者是紀錄片 那到時候也會有 就是巡迴的這個放映 我們也要做廣告 我是有點好奇喔 就是 讓我好奇問一下 今天有人是因為 聽到FACE聯盟室的字來的嗎 因為我發現哲武 每次只要跟這個賢惡組織很多 就是現場觀眾都會比較多 對啊 那其實也很感謝他們來 之後也還有很多機會和作分 對 那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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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然後 謝謝